本節目由金融公關 香港有限公司贊助播出 Hello 大家好 歡迎您收看由金融公關 香港有限公司贊助播出的 港股直通車 我是伊林靜邪 今天做到我身邊這位嘉賓 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投資先機雜誌社社長 黃子上James 你好 歡迎您James 我們來聊一聊這個月 其實這個月本來我想 在7月份的時候 這些投資者應該都是蠻躁動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知道是五窮六絕 七翻身 那麼按理說7月份 應該是翻身的這樣一個月份了 那麼所以大家都覺得 可以在這個7月份的時候 趁機來衝一把 結果發現最近你們有覺得 這個港股市場的投資情緒 好像跟這個大家的預想不太一樣 而且跟這個整個A股的走勢 也是相悖而馳 那麼之前呢 大家一直其實都是在衝緊一個深港通的開通 結果也沒有宣布出來 那麼好了 現在就有一點失望了 但是雖然在這樣的一個失望的情緒之下呢 昨天來看這個A股市場 A股還是有一個比較強勁的上升趨勢的 而且這個資金也是在不斷地注入進去 但是好了 那麼港股市場呢 我們來看這個投資情緒啊 在這個放完了假期以後 我們來看這個禮拜的交易日 之前是有衝到過21,166點的 對 那麼很多投資者就可能很興奮啊 覺得說是不是可以借 馬上就來撐這樣一個21,300多點的一個上升線 有的賺了 結果發現立馬接下來兩三天就開始下跌了 如果馬上也來看一看呢 那麼在今天的四點中的這樣一個成交狀況 恆生指數呢最後是收報在20564點 成交額呢是471億港元 那一週的平均跌幅是1.1% 好 那這樣James 我們依然還是要來看一下這個線圖 你怎麼來評價這一週港股市場的表現 基本上就是一個慢局了 你看沒辦法啦 始終就是說英國就是公投 推了個完以後 基本上那個外匯 比如說英帆啊 英國啊 還有預言就是比較波動 其實你現在都不知道 基金就是流向怎麼走 所以你看到整體來講 都是還是在兩萬點 都兩萬一千點中間走來走去 因為你想像一下 因為外圍怎麼波動的時候 你根本很難估計 比如說普遍來講那個藍籌股 到底它往後的業績怎麼走 所以我覺得現在都是 處於一個比較慣望的情況 所以沒有什麼很大的指標性 就是因為比較慣望情況 所以在今天這個恆生指數最後 還是收報在一個 這個兩萬零多少點的 這樣的一個指數水平上 一直糾結在這個位置 而且成交量真的是相當之少啊 James 才四百多零 四萬 真的是失望 對 真的是很失望 對 對 對 那另外我們來說 會不會其實也是因為代表 這個暗示著說市場之前這個上升的趨勢 只是昙花一現 那麼接下來可能更多的資金 還是湧向了這個避險工具上呢 您怎麼看 都會的 你看到其實本週錯斷的時間 你看到就是黃金 還有黃金相關的股份 那個請教啊 還有相性的幸福都挺不錯 以後都交通的時候 就是就營就是修法 相關的股份的價格都不錯 所以你看到就是說 普遍大環境 大家估計不到 就是在每一個 可能是香檳啊 還有每一個 各個別的籃球股份 到比方說性都買了一個程度 就大家都覺得 不會再往上跑啦 還是要把它先 賺錢 泡掉 以後再買一些 在可能還沒 還是在低位置 還在是收集了指端的股票 對 所以就是 不敢衝了就是 就當然不敢衝了 因為現在整個外圍環境 其實依然不是很明朗嘛 包括之前這個英國脫歐公投 也是有一個這個影響力 在持續發酵 那麼其實現在 讓人最擔心的就是說 其實是意大利的 這個憲法改革的公投 因為如果它這個 持續惡化下去的話 就會導致歐洲的經濟 也會持續惡化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 意大利這個銀行 也面臨到很多的問題嘛 那James 如果說這個歐洲方面 會繼續惡化下去的話 對於港股市場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因為之前有說法說 如果一旦惡化的話 那麼這個恒生指數 就會下探回到這個 18000點 你怎麼看 其實我個人就覺得 多18000點的情況 就比較 機會比較低 因為你看到 其實英國 在古蹟 預料以外 就突然之間 退了個 然後它 恒生只是跌幅的時候 其實都不時 跌得太厲害 其實意大利我個人都感覺 有機會 像英國一樣 但是相對英國的情況 我覺得 就不會有很嚴重的情況出現 因為你看到英國都 英國解約之後 恒生指數都不是太差勁 我覺得哪管是 意大利和同樣的情況 我覺得對恒生指數的影響 都不會太大 我覺得最起碼可能都是 跟我之前來一樣 一萬九千三 我全都能頂得住的 你還覺得 OK 是有一個支持的力度在的 對對對 那好 那我們簡短來說 就看看下一週 就到下一週 你覺得港股會怎麼走 下一週 我個人感覺都是慢局 都是兩萬點到兩萬一千點 這個區間走來走去 但是可能在這個範圍裡邊 個別的某一些股份 可能是因為之前已經 下跌了比較強時間了 都有一些基金會慢慢收集 北方說七千六的股份 我覺得電池裡可能有一些 可能網向性的空間 那這樣我們來看一個說法 因為現在有個說法 就認為今年恒生指數的跌幅 其實已經是大大收窄 至一個單位數了 那麼相信今年港股 也是有機會會收幅實地的 甚至有機會 會錄得一個5%到10%的回報 主要也是因為恒指的 大部分的籃籌股 也是屬於非常穩健的企業 那麼派息率也可以說是 相當穩定了 而且和這個債券投資 也是有關係的 那James你怎麼來看這個說法 你認同嗎 我覺得認同的 原因呢 原因是你看到基本上 之前可能已經有 殺掉了比較久的時間 還有你看到之前可能 上一期大家覺得 可能要掉到一萬八的時候 最後都是可能一萬九千多都頂住了 你在這個區間裡邊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普遍籃籌股份 它都相對比較穩健的 就是按你說的 它本身籃籌股其實你看到 北方說裡面呢 含量比較大的地產股份 基本上你看到每股的基產值 現在的結樣都挺厲害的 另外你看 比如說騰信 都還有它的活力 所以整體來講 我就覺得 其實現在來講是穩定的 然後相形的空間還是有的 但是因為大環境不好 所以往下跑的時間不多 影響了一點點 對對對 那你覺得在接下來有哪些板塊 其實大家可以來關注一下 剛才都已經可能都 地產嗎 地產 地產 通訊 比較大的地產 其實就是比較 就是相對每股基產值 借源比較大的地產內股份 特別是一些中小型的 地產內股份都可以看 另外就是區切產業 對 因為你看到像比亞迪 還有基力汽車175 基本上結一兩天表現都不錯 原因是國家進球 我覺得連續會支持 新能源汽車的產業 再加上其實 此類機械類的股份 哪管是比如說2238廣企 基本上之前都調整了 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我覺得都是時候 有一點動力往下跑 好 那我們說完 整個這個港股市場以後 我們來看這個港股動力指數 好 進入到港股動力指數時間 那麼這一季呢 最新收報的動力指數是 收報在507點跌了5點 港股在今年上半年 可謂是驚濤駭浪 那麼在年初的時候 先有內地熔斷機制 引發了股災 其後呢這個油價 就每桶跌穿了30美元 加上英國公投脫 也是這個成功的就脫歐 因此這些因素 其實都是對市場 造成了極大的震盪 那麼橫指呢 在上半年也是累積 跌了1120點 或者是5.1% 可以這麼來算 但是呢這個跌幅 也是較去年年初的時候呢 跌了大概有3600點了 不過如果說這個籃籌 來做比較的話 其實在上半年表現最好的 應該是有像這個中電控股 中石化以及靈展 所以James我們來看一看 就是展望下半年 因為現在專家都認為說呢 具有防守性的像高溪股 例如這個公用股 房地產 剛才我們說的這個信託基金 還有就是剛才也提到 這個科王股表現會比較好一些 所以你怎麼來看這一點的 其實你看最近 我都是跟一些基金朋友去談過了 他們都 因為你看到外圍的情況 他們都希望 採取比較保守的策略 所以你剛才提到一些公用股 基本上房地產信託基金 它普遍給人家 感覺是可以很穩定 拿到一個比較可理的歷史 所以就在點期內 還會吸引一些基金進去 當然是都要提醒一下大家 有一個比方說 我舉個例子 節益類的股份 如果再往上走 可能8分之5 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你看到你買它 就是因為看它 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利息的回報 這一種股份不是草賣的 因為講得太厲害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個回頭的 拿到所謂有一個回頭的壓力 所以要小心一點 反正這個時間 我覺得同類的 可以留意同樣比較高利息 就是一些類的一些 比方說公路類的股份 還有內地的電力的股份 這一種都可以考慮 因為我們是知道 現在其實有很多 被政策受惠的這些股份 是可以關注一下 因為大家也會覺得 可能受好於這個國家支持 所以也會放心地去購買一下 所以你怎麼來看這一點 這個肯定 因為你比方說舉個例子 重新鋼鐵 1053 基本上之前都有一個公告 就是說為了撤禍 重大的資產重組 主要還是 但是這個有一點特別的 它還是 它不是把鋼鐵的資產把它揪帶 而是把金融類的資產 放到整個公司裡邊 但是從這個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重組 特別是集中在一些老的國有企業 基本上力度是比較大的 最近來講 所以同類的股份 我們覺得可以留意一下 我記得就是除了這個重鋼之外 在之前有一次也是訪問過 這個財經比較資深的分析員 韓峰 那之前有跟他聊過 那麼他當時在這個 港國動力指數的時候 他給大家分析一支是347鞍鋼 那麼現在我們知道 還有一支叫馬鋼 所以如果是這兩支 大家來做比較的話 你怎麼來看這個鞍鋼和馬鋼 這兩支股份 如果說投資者真的想投資的話 會有哪支其實可能更適合一些 就是如果對我來講 兩支都不錯 因為你看重組有個大概 基本上鋼鐵還有煤炭 基本上是重重自重要做的 鞍鋼本身它 因為它如果講鋼鐵的整體 質量來講是最高的 但是如果投資者風險高一點 我覺得馬鋼是好一點 因為相對來講 它的股價 整體的市場比較小一點 另外來講 雖然下個禮拜 它新的9% 但是總體來講 它還可以講呢 比較原地達步 就是沒有新跌 所以我覺得往前走的時候 我覺得馬鋼是可以 比較集中看一點 那馬鋼這類股份 它是適宜短炒呢 還是說可以長渣呢 在這個大環境 我覺得先用短炒的概念 對得它比較好 好 先短炒搏一搏 對… 好的 謝謝James的分析 James我們先稍後休息 待會兒回來 好的 歡迎您回來港股直通車 今天我們請帶來嘉賓 是投資星機雜誌社社長黃子商 再次歡迎James 我們來進入到港股大福王 好 進入港股大福王 好了 James 你也知道遊戲規則了 所以今天給我們分析哪一支 高研科技 高研科技 818 高研科技 高研科技 科技818 對… 我們來看一下 它今天收盤價位在1塊2 OK 好 這個公司的主營業務是什麼 它主要用三個層面 就是電子支付解決方案 第二個就是說 相關的軟件還有系統支撐 也有第三個就是 用在移動中燈PoS的一個 電子支付系統 銀行都有用他們的系統 用在做一個支付平台的 這個你說起來好像 跟之前有一個百富環球這支股份 還蠻相似的這個主營業務 對… 一定沒錯 其實基本上高研本身 在百富裡面它有持有 大概33%的股權 原來是這樣 怪不得這個業務 我聽起來好像是有重複很相似 對… 那這個公司的業績怎麼樣 其實不錯的 它… 算它2015年 它總營收的營業額 達到14個億的港元 毛利大多4億7千萬 會有什麼樣的投資亮點嗎 我剛才… 像不提到就是說 整個環境好像是比較波動 整個金融市場的環境 它的亮點我看見到就是說 它的價值 看它最新的年代就是2015年 它有23億港元的現金 另外剛才你都提過了 其實它百富環球 它持有它的股權達到33% 另外其實百富環球 現在來講基本是全球第三代的 POS的設備供應 我覺得這一批股份 會有另外一個副價值在裡面的 好 剛才你也提到說 它在這個中企業績的時候 其實是引力大增的 我們知道 所以這一點 對於它這個股價上面 你覺得很好的體現出來了嗎 對 因為它這個股價今天是在1塊2耶 很好啊 原因是你從基礎層面 它在1塊19又 日本鄉 可以講了 那個貨源已經乾了 然後 之前 你剛才提到 之前其實它有一個引起 就是說它裡面就強調 就是它致富交易業務 會重新有盈利 然後半年的盈利會帶增 我覺得 主要原因是它之前有這個業務 叫垂形付 可能是預購了這個垂形付 可能要重新再有這個盈利增長的 動力全價 這樣子 就是垂形付 就是出去的話 它有這樣一個系統 就是可能更加方便一下 就像你這個隨身的一個錢包一樣 對 這樣一個系統 OK 那麼如果說投資者 對這支股票是有興趣的話 你對它們會有什麼樣的建議嗎 我建議就是不要等了 就是現在的稍微已經可以考慮了 因為原因是 那不是要跌回到1塊1的時候 再來考慮好一些嗎 不用了 原因是 剛才提到 它之前提到有盈利預期 就是講完以後 基本上通常來講 盈利預期都大概會 所以純利可能會增長50%左右 北方 通常可以用這個 預估的一個參考 它講完以後 基本上那個股價 都是現在10%左右 所以我覺得 現在還算是可理了 另外你看到最新的死盈率 都是只有18倍 如果再算剛才說 盈利預期這個情況 可能它死盈率可能 可能網上公佈 半年業績以後 可能掉到10倍 我覺得總體來講 它是比較可理的水平 哪管是現價 我都覺得 從直播 直播 空間 還有衡量風險來講 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那會不會說 它到什麼價位的時候 你就不建議去吸納這支股票了呢 一個反過來講 其實剛才有一個是 比方說往下跌 跌到 跌破一塊一 那時候真的是可能直爽 還是有需要的 但是我感覺從它的 整體的現金水平 還有盈利預期 還有總體業務 我覺得相依然已經是低估了 現在重新 因為這個盈利預期 我們感覺可能它有一個 重新的盈利增長動力 我覺得都不用太擔心了 一塊二這個水平 就是說其實你對它 是非常有信心的 那你這麼對它有信心的話 那麼到了下個月的時候 大概是在8月5號左右 你會給它定一個 什麼樣的目標價 一塊四毛二 一塊四毛二 那這樣我總結一下 你今天說的 那麼你今天呢 給我們這個介紹的 是這個818高陽科技 那麼它這個現在的價位 是在一塊二 那麼到了8月5號的時候 你認為它的負荷值的價位 會達到一塊四毛二 好 那到時候我們就拭目以待 好 反正你也經歷過幾場這個PK了 所以你也是很有信心 對 好的 接下來我們進入到這個 護港通 好 進入護港通 好我們來關注一下今天兩地 護港通使用的額度 那麼前日的護股通交易額度 剩餘額是在131億人民幣 那港股通呢 近日的交易額度是剩餘 88億人民幣 其實從港股通開通之後 這個運行情況來看 那麼市場目前是普遍預期呢 南向的交易熱度 將會繼續延伸至港股通 那也就是說呢 這個資金借到深港通南下的熱情 也有可能會相對更高 James 這一點我想請問你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原因是我覺得借客 可能最近目前人民幣 這個貶值的情況 其實我覺得不管是哪裡的 基金哪裡的投資金 都是用找一個地方 就是比較安全去賺錢的空間 相對來講你看如果人民幣 現在短期內 可以看到還有貶值的空間 我覺得如果有一個 就是一個通度 它從內地百億部分的基金 來香港是很正常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 還有一個要考慮就是 普遍來講港股還是比較 股價還是比較便宜 對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H股 最近可能A股都不錯 但是如果A股不錯 相對來講其實是不是代表 港股這邊H股會更便宜 所以因為這個原因 我覺得就是說 第一剛才說匯率風險 第二就是股價的問題 股價利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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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價比較低在香港 對 所以基金就比較 會從下面往南流 對 對 那我們說不光是這個 深港通的開通也好 還有說這個最後這個 護港通它最後要擴容 其實你覺得對於整個市場來說 會不會起到一個積極和活躍的功效呢 這個肯定會啦 因為你看到其實 不管從哪個程度去衡量 內地基金還是比較多的 另外為什麼要通呢 通我覺得不單是一個經查的 被訂閱出的事情 主要原因還是看到有幾個畢業 因為你看到其實 不管是你比較香港 香港還有深圳的股份去比較 從股值方面還有它的分別 比方說現在來講 南流股份 香港來講是股價比較低的 如果基金 讓基金從南下 就可以幫這些基金 找到一個比較可憐的投機渠道 另外從選擇來講 三個地方都有不同的股份 如果三個地方全部能通的時候 就可以讓可能內地基金 有一個算是範圍更廣的挑選空間 去把基金平均分佈 拿到一個比較好的投資地方 其實這對大家一直覺得說 對這個港交所 如果是深港通開通的話 對它會有一個助力的作用 在之前我也訪問了一些嘉賓 他們就認為說 這個港交所應該後勢 不會太過樂觀 大概到這個190塊的位置 就差不多了 這個James 你怎麼來看你會不會認同 如果你說 電器有沒有網上在網上講的空間 我覺得可能會有 但是不會很大 當然當然的是 如果你定位港交所 是不是收寬營的一個股份 我覺得一定同是 因為雖然剛才你提了 哪些投資者 都是一些投資者 都有幾個意見 但是我最近看到 因為留意到就是說 最近公佈的一個IPO 香港IPO的情況 基本上還是很牛 排隊的情況還是很好 對 所以我覺得 雖然短期內 廣交所沒有一個網上講 才講得很離開的空間 但是從收寬營的程度來講 廣交所我都覺得是 對個人來講 三個代股份來講 我都會把廣交所放在裡面 其中一個 那你這個情況就很像匯豐 所以匯豐的股價一直在下跌 但是依然不斷地有人在秤低吸納 對 因為還是很看重匯豐這塊牌子 這個會是的 因為剛才你提到 就是不管是烏廣通 還是有可能的新港通 基本上有一些基金都是想買一些 他們本身在當地的股票時間 買不到的東西 匯豐就是其中一個吸引一些 可能是累積基金會施拉的對象 對 所以可能有一些股份 就像你說的 包括像這個港交所 還有這個匯豐 大家對它很有這個興趣 所以雖然一個股價不高 但是或者說是上升空間不大 但是投資者的熱情很高 對這兩支股份 對這就夠了 其實對他們來說也很夠 因為特別 因為其實我覺得每一個基金 它定起來展對有些新的基金流域 基本上他們都集中生 先買一些大約的股份 所以這也是港股市場上 另外一個特色了 對 好的 謝謝黃子翔先生 James的分析 好 那我們今天的港股直通 這也就先到這裡結束了 那麼要看更多的節目內容 請關注1TV的官方網站 以及微信公眾號 也請多多支持炒股邦 以及投資先期雜誌 我們下週五八點鐘 拜拜 旁邊 我們下週五八點鐘 今週五六五片 是新的座牡萄 可樂